好 我想明年LD这个题材其实一直在发酵 而且我认为今年才是元年 那相关的个股我认为都会有机会受益 只不过投资朋友可以看到 现阶段最强的直接联动的 反而是有推出相关产品的群创 你看群创今天又在往上走 那我看到整体的面板其实今天非常非常的强 那大家就可以联动的闲想到 我其实在今年年初就一直跟大家讲面板的需求 不管是冬奥的关系 还有就是work from home的关系 这个需求会持续的好 那现在持续的大涨的时候 你再看到今天整体而言 我认为面板的供应链 除了大涨过一大段之外 大家要去留意到 现阶段位阶相对还低 绝对价格便宜 因为最近大家也发现股票只要涨多了 它拉回的速度都很快 最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 股票它就是涨多就是利空 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做追价 但是你要去留意到 现在有哪一些的题材 它会再发动 就像我先前跟大家报告 好 今天盘面虽然指数是下跌 但是我之前跟大家报告过的 传统产业里面 我说我其实最看好的 就是收归到股物跟民生物资 运送的一个散装轮 今天看到 不管是我跟大家报告过 5608四维行 2641的正德 2617的台行 都拉出了涨停板 非常强势 而且是连续第四根 那昨天跟大家介绍 UWB概念的3710连展投控 昨天供到涨停 今天又供到涨停 现在还在涨停的附近 所以我说 只要你在低档布局 那你找到盘面题材里面 相对未接低 但是又有题材跟持场性的 我觉得就会好 那刚刚提前在讲到的miniLD 我直接想到是 现在回头来看群创要推新产品 那面板报价要在上涨 但今天的友达跟群创都在创新高 那友达是创了123个月新高 那群创也是持续在创新高 那616的彩晶 8105的邻居 我之前也跟大家都报告过 也都创了新高 那尤其在前几天 我跟大家在连线报告的时候 我说 大家可以去留意到 记忆题题材里面 8110的华东 它的一个题材 一样是有涨价题材 而且产业年度度很高 那去年有赚钱 净值还不到 所以万七的行情里面 净值都不到的公司 是值得大家去做留意的 所以它今天 哇 公道涨停满还锁住 所以我会跟大家来报告 透过现阶段的行情里面 你要去寻找 面板是今天电子最强的 那它相关还没有怎么样 还没有绝对价格非常高 而还具备有投资价值的 今天帮他找到这家公司 股价还不到净值 三月营收月增41% 那大家想说 二月比较短 三月月增47%不算什么 但它重点是年增113% Q1的营收年增116% 外资还连续买超两天 这家公司就是代号 3615的安可 我看到今天所有的面板股 全面喷出 友达群创彩金邻居 这些我们之前都跟大家报告过 那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它相关的零组件 供应店里面 早上跟大家报告的 德元 今天我们提完之后 它也供高 方样做往上大涨 而且外资是连续买超 那我在帮大家找位阶低的 我就在看 今天我本来在看台波 那就台波也是什么 也是面板上游 它今天也又供到 大涨创新高 也涨停 那我再找到上 相对位阶又最低的 那不就是3615的安可吗 那我仔细去看 那股价过去这一段时间里面 当所有的面板在创新高的时候 它4月中 悄悄的出了一个量 往上攻高 但是绝对的一个价格 还是便宜 去年是有获利 好 净值有多少 这个是一个关键 大家听到刚刚所说的 今年是大多头年的情况之下 所有的股票 应该都在净值之上 之前用这样题材 跟大家抓到了 就是8100的华东 还不到净值 所以它今天 大家看到 国道长领满了 那我们来看 安可的净值有30.4 现在的价格 才在净值的附近 而重点是 它过去这几天 股价基本上没涨到 大阪在跌 它也不跌 而外资又连续买烧两天 重点来了 我跟大家一直在讲 是营收能够成长 其实它去年营收 基本上每个月 都已经是年增 那重点 它去年获利有0.29元 好 那我们来看 它今年第一季的营收成长 1月营收成长159% 2月营收成长82% 3月营收年成长113% 整年度 第一季的营收 比去年同期成长 超过110% 那代表说 它真的是真的登滚了 大多头年 第一件事情先回禁止 没亏钱的公司先回禁止 第二个 面板在涨价 报价在持续性的上扬 那就第二个利多 第三个 营收真的有出来 而股价现在的一个 横盘整理的情况 刚刚又要准备突破 记得我前几天 跟大家报告 很多的股票 它在整理完 准备要突破的时候 你要赶快去做留意 它在这边 一突破之后 就是一段的一个喷出 不管是先前跟大家讲 像2010的春圆 记不记得 我在4月初 跟大家报告 股价当时候才15块 横盘整理好久 然后它就一路的 攻到最近 最高点 从15攻到25块 那你在看我 这几天跟大家报告的 赏专轮的部分里面 像2617的台航 大家看到 这几天 也是突破了 前高之后 就开始 如果往上走 所以我认为投资朋友 在现阶段 可以特别留意 像3615的Anker 今天玻璃族群里面的台拨 都攻到掌停板 股本比较小的Anker 我觉得投资朋友 可以好好去做注意 对呀 对呀